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旁的炮台公园附近 夏日的夜晚这里正在举行每年一届的露天舞蹈节 来自全球的知名舞蹈团齐聚纽约 以日落时分的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为背景 带来风格各异的免费舞剧 在纽约我游览了16座世界知名公园 分别是中央公园 纽约植物园 布朗克斯动物园 华盛顿广场公园 法拉圣草原可乐纳公园 龙门广场周历公园 炮台公园 华格纳公园 崔恩堡公园 陈边公园 基尔默公园 布莱恩特公园 联合广场公园 麦迪逊广场公园 希尔佛斯坦家族公园 及普利策广场公园 中央公园是纽约曼哈顿中心的一座大型都会公园 位于第五大道西侧 每年吸引4000万人参观 是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旅游景点 1962年被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名胜 很多电影把这里作为取景地 中央公园于1857年开放 实行免费游览 1858年 奥姆斯特德赢得了扩建中央公园的设计方案 他被认为是美国景观设计学的奠基人 扩建工程于1873年完工 扩建后的中央公园面积为8.5平方公里 长约4公里 宽约0.8公里 占150个街区 美国现代景观设计从中央公园开始 它把城市公园的自然景观与所在社区相结合 使园林景观不再是少数人赏玩的奢侈品 标志着普通人观赏生活景观时代的到来 中央公园四季皆美 看似天然的公园 但却经过了精心营造 内有数个人工湖 两个滑冰场 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还有儿童游乐场 以及多处草地供游客使用 长十公里的还原道路 深受跑步及汽车爱好者喜爱 在这里人们可以暂时避开 四周摩天大楼树立嘈杂的城市 为忙碌紧张的生活提供一处悠闲的场所 纽约植物园是美国最重要的植物园 始建于1801年 位于纽约布朗克斯 植物园占地约100万平方米 拥有世界领先的植物实验室 常年提供大型花卉等展览 参观游客每年可达80万 纽约植物园所处的大部分土地 曾属于罗瑞拉德家族 后来纽约市政府收购了这片土地 建造了植物园 1967年植物园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 纽约植物园内包含了50个景区 包括阶梯瀑布 湿地及植物园核心20公顷的原始纽约森林 17世纪欧洲殖民者到达纽约市 砍伐森林后残留一片林区 森林被纽约市唯一的淡水河布朗克斯河分为两部分 沿岸有地标性的石材厂 其前身为1840年建立的罗瑞拉德烟厂 纽约植物园的主要景点 包括19世纪90年代的水晶公式断铁温室 1916年由法兰德创建的洛克菲勒玫瑰园 还有岩石花园以及约15公顷的真叶树林 学术设施包括一个传播中心 馆藏超过700万份写标本以距今300年的植物标本馆 馆藏达55万册的图书馆 1899年建立的该图书馆 是每周最大最全面的植物学图书馆 除了当代的学术著作和期刊 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如达尔文的手稿 图书馆还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布朗克斯动物园是世界十大动物园之一 位于纽约市的布朗克斯 于1899年开放 动物园占地约100万平方米 动物4500头 物种522个 其中还有一些鞭林灭绝的动物 园区内树林密布 古树参天 布朗克斯河川流期间 有一些地方形成小瀑布 景色宜人 布朗克斯动物园年接待游客200多万左右 是游人休憩和学习环保知识的好去处 动物园内的雷尼纪念门 于1972年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胜 自成立以来动物园在动物保护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05年美洲野牛协会成立 旨在拯救美洲野牛免遭灭绝 2007年动物园成功将三只养子鳄放归野外 华盛顿广场公园位于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最南端的格林威治村 始建于1826年 是纽约市最富盛名的公园之一 公园内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也有很多影视剧把这里作为外景地 公园周边的建筑大多属于纽约大学 1888年为庆祝华盛顿就职美国总统一百周年 在公园北侧搭了一个简易的纪念拱门 1892年参考巴黎凯旋门的设计 改建为高23米的永久性的大理石拱门 另外公园内还有一个大型喷泉及一些纪念雕像 法拉圣草原可拉纳公园位于纽约市皇后区 占地约5平方公里 是纽约第二大园林公园 公园以附近两个社区的名字命名 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此召开 1939年和1964年世界博览会在此举办 公园内有一座40多米高的不锈钢地球仪 专门为1964年世博会建造 同时也是美国宣布进入太空时代的标志 公园内还建有体育场、科学馆、剧院及博物馆等设施 是知名的休闲娱乐公园 法拉圣河流金公园、纽约最大的人工湖也在该公园中 龙门广场周立公园占地约16万平方米 位于纽约皇后区长岛市猎人角地区的东河上 于1998年开放 公园对岸的联合国总部大楼和曼哈顿中城高低起伏的天际线一览无余 中间是罗斯福岛 风景无敌 定人叹为观止 该公园以前是座造船厂 公园内还保留了部分过去造船设备的遗迹 包括一些带有汽车浮动转动桥的龙门架 公园的南部以前是码头 北部是百事可乐装品厂 于1999年关闭 巴特里公园又名炮台公园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最南端 面积约21万平方米 公园名称来自19世纪时架设于附近的炮台 公园建造于19世纪 由填海而成 成为了周围密集建筑群中的一块绿地 公园的地下是布鲁克林到炮台公园隧道 站在园内可以看到纽约港和新泽西州 如果想去自由岛参观 需从这里乘船 著名的克林顿城堡位于公园内 另外公园内还有多座纪念碑 雕像和纪念馆 在一片空地上放置着911事件被烧毁的一个圆形雕塑 华格纳公园 紧邻纽约曼哈顿最南端的炮台公园 该公园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遗址的填埋场上 于1996年开放 以参与炮台公园总体规划的华格纳名字命名 站在这座公园里可以同时欣赏到远处自由女神像和爱丽丝岛的美景 崔恩堡公园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哈德森高地 面积27万平方米 该地区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堡战役的地点 但直到20世纪这里都人口稀少 1917年被小洛克菲勒购买作为私人住宅用地 并聘请中原公园建筑师之子对公园进行规划设计 洛克菲勒于1931年将这块土地捐赠给纽约市 不久之后就开始了建设工作 1935年被正式改为公园对外开放 崔恩堡公园被列入美国国家史记名录和纽约底标 崔恩堡公园提供超过250个免费公共项目 游客可以在绿植包围的公园内 12公里长的小镜上散步野餐或遛狗 欣赏到哈德逊河的壮丽景色 并有供人们休息的凉亭 这里还是大都会博物馆分馆所在地 该馆有多座欧洲建筑组成 收藏有近5000件中世纪文物 陈边公园是一条狭长的高地 这座公园紧临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 公园与所在的13个街区完美融合 湾圆的小路种满了鲜花和树 游客可以漫步在公园的高处 停下脚步欣赏独特的景色 基尔默公园始建于1902年 公园所在地纽约布朗克斯的居民 主要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后裔为主 公园以美国诗人 新闻记者兼文学评论家基尔默名字命名 1936年基尔默公园被重新设计 增添了纪念碑、雕像和喷泉 1999年该公园进行了重修 布莱恩特公园是位于 纽约曼哈顿中心的一座私营公园 建于1884年 为纪念纽约浪漫诗人布莱恩特而得名 公园占地仅4万平方米 位于曼哈顿中城的第五和第六大道 40和42街之间 是高楼耸立市中心的一片绿洲 布莱恩特公园地下为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区 图书馆位于公园的东侧 1988年公园改造后 新增了2000个可移动的折叠椅 因此也被称作椅子公园 还增加了一些娱乐项目 公园中间的大草坪经常开展各类活动 夏天的夜晚每天都会有电影放映和百老汇音乐剧表演 到了冬天 大草坪就变成了滑冰场 为人们提供免费的滑冰场地 联合广场公园因为于百老汇和第四大道的交汇处而得名 广场上著名的华盛顿骑马雕塑 是纽约第一尊公共雕塑 另外联合广场的农贸市场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市场之一 每周定时开放 来自四面八方的小贩在这里售卖各种果蔬 每天约有六万多人来此参观和购物 此外在广场的外围还有众多的餐馆和酒吧 纽约大学主校区也位于附近 麦迪逊广场公园位于纽约迈哈顿第五大道 百老汇大道及二十三街的交汇点 运斗大厦北端 1902年为纪念美国第四任总统 美国宪法的主要作者麦迪逊而建造 公园占地2.6万平方米 中央是一座高达24米的喷泉 顶部是一个女神雕像 公园的周围有许多花坛和绿树 公园内经常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来这里游览 谢尔佛斯坦家族公园是一座 2000平方米的三角形公园 位于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1号大楼附近 中间是一个圆形喷泉 喷泉中心是座深红色抽象装置 周围由座椅及树木组成 这个开放空间既是附近建筑的庭院 也是上班族及当地居民的社交空间 普利瑟广场公园与大军团广场遥相呼应 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东南角 公园内最著名的景观是普利瑟喷泉 这是一座6米高的装饰泉 已于1916年落成 喷泉顶部是女神波莫娜的青铜雕像 她手里拿着一篮水果 这座喷泉以捐赠者出版商普利策的名字命名 她还设立了普利策奖 每年颁发给记者作家和作曲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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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